威姆斯他在球场上 因为说了韩德军是假摔 所以说韩德军才去动手 跟威姆斯双方在球场上发生了这种严重的行为 那么张正林在场边也是非常的生气的 直接甩手 可以说非常的愤怒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韩德军他会直接站起来去动手呢 谈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参加点赞 感谢大家 咱们一起跟大家分析到 那么在韩德军他被广东队的威姆斯 走击道撞倒在了地上 并且非常的疼痛 韩德军趴在了地上 双手直接拍在了地方 可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 那么韩德军他原本在逐步的缓过神来 逐步的恢复过程当中 过后就听到了一句话 也就是在现场导致了韩德军 他站起来的身来 走向威姆斯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比赛的现场声音太小了 也就是据了解到 韩德军他之所以在过后会冲动 没有控制好自身的情绪 走向了威姆斯 并且双方动起手来 那么可以说背后的原因 据了解是因为韩德军他听到了 威姆斯跟裁判说 韩德军假摔 所以说 韩德军他一旦真的是听到了 威姆斯跟裁判说他是假摔 他是刻意摔在了地上 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 也就是威姆斯犯规 所以说呢 提到这里的时候呢 当韩德军他听到这一句话 更是直接忍不住了 站在场边的张正林也是非常的愤怒 如果大家有认真观察现场的镜头 你会发现的 张正林呢 站在了韩德军他的身后 站在了场边呢 看着韩德军被队友双方呢 都在互相安慰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 场边的很多球迷都在高呼 并且呢 包括了广东队方面呢 也有不少球员也在说话 那么其中呢 威姆斯就说了那么几句话 其中呢 张正林他听到了过后 非常的愤怒 直接甩了一下手臂 而且呢 张正林是直接走开了 回到了辽宁队的这一边 可以说张正林也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 张正林也非常的愤怒 那么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呢 据了解到是说 韩德军是假衰 那么其中呢 因为现场的声音太小了 这一句话呢 到底是不是韩德军听到了之后 才奋起去访击的 咱们不得而知不得劝呢 所以说呢 这才导致了韩德军 他更是非常的愤怒 但不管怎么说呢 韩德军他在过后呢 那么既然他跑过去了 威姆斯的身边 那么双方呢 确实也有动起手来 赶紧被双方给拉开了 那从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韩德军在过往呢 很少会说很难控制好自身的情绪的 只不过呢 这一次的比赛呢 确实让韩德军直接不忍了 直接没有忍得住 那么看得出呢 很明显是发生了相应的事情嘛 很明显呢 是韩德军他被撞倒是一个方面而已 而另一方面呢 更多是言语方面呢 在球场方面 无论是周边的球迷也好 还是说威姆斯方面 说了某些话也好 都直接刺激到了韩德军 使得韩德军呢 他直接不忍了 才发生了后面的行为 那么直到如今来看呢 韩德军确实没有假摔 无论说从慢镜头来看 还是说从现场的比赛来看 韩德军他确实是被威姆斯撞倒 在了地上才倒在了地上 而且呢 他的鼻梁都被撞骨折了 怎么可能说是假摔呢 所以说呢 对现场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以及韩德军他所听到的 以及场面的一些球迷 所表达的一些言语呢 确实让韩德军非常的愤怒了 所以说呢 才发生了接下来这种事情 所以呢 从整个事情 咱们可以回顾起 可以总结为 那么无论说球员在球场上 发生了哪一些意外的碰撞也好 那么希望呢 大家呢 要控制好自身的言语 不要把一些话说得太过于偏激 不要把一些话呢 说得太刺耳了 所以呢 这才能去避免呢 接下来不要去发生 无谓的一些争吵 以及动手的行为嘛 无论怎么说呢 那么大家对于韩德军啊 他本次的一个受伤呢 你更加认为是 威姆斯方面的问题呢 还是说韩德军阻挡方面的问题呢 你觉得重要的点到底在哪里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以后呢 就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呢 继续跟进来分享 下期